脾胃病才最要命 从轻到众四大阶段 四大舌相四大方 千万别弄错 脾胃病才是最要命的 因为脾胃是五脏之本 是气血生成的来源 人体全神每一处都需要脾胃生成的气血来滋养 毫不客气的说 脾胃问题才是百病的根源 所以大家一定要养好脾胃 如果忽视脾胃问题 那即使后期你吃其他药 调理其他病 脾胃也不能将其充分的吸收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脾胃虚损的四大阶段 以及对应的舌相和方计 千万别弄混了 首先脾气虚损 这是脾虚的第一阶段 此时只会出现轻微的腐胀和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并且生活中稍微感觉有点疲惫 没劲 想要歇一些 不过人依旧还是有活力的 舌相这是颜色淡白一些 调理可以参考 健脾玩 第二 脾阳虚 脾气虚损 不能调理 就会发展成阳虚 这时腐胀消化不良 食欲下降的情况会更加明显 甚至会伴随着恶心 反胃 想吐的情况 并且不敢吃冷饮 喜欢喝热水 否则就容易肚子疼拉肚子 另外小腐也是比较凉的 舌相会变得胖大 蛋白 调理可以参考里中汤 第三 寒食困痞 痞虚时间长 痞痒也会受损后 体内的水湿会明显加重 这时不光腐胀消化不良 还会出现明显的四肢困重 嗜睡 脑袋发蒙 脸上出油 嘴里发腻 小腿肚发困 以及男性阴囊潮湿和大便吸糖 年马桶等情况 舌相 舌胎 华食 白腻 两边由齿痕为主 条理可以参考森林白猪散 第四 痰食困痞 湿气进一步发展会聚集成痰 这时还会激发出现一些可痰 土痰 痰多 身体肥胖 小腐胖大等等 舌相以舌胎厚腻发白为主 为什么说痰食是最严重的呢 那是因为痰性粘质会阻碍气血运行 导致体内激发生成淤血 痰淤护结后还会激发生成包块囊肿 因此痞虚加痰食是最严重的 这次条理就需要健痞化痰食为主 可以参考六菌子丸 然而痞虚痰食后期也会出现其他变化 比如痞肾阳虚 湿热等等 所以建议大家脾胃虚弱时及时调理 另外就是身体不舒服 一定要弄清楚自身情况 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盲目跟风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